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灣小姐 鍾馨芝 我是台灣小姐 李芷儀 第三屆超超Sweet杯 長筋杯桌球錦標賽 今天已經在嘉義市東區體育會館開跑囉 那我們這次比賽是由嘉義市議會 還有巴馬國際事業聯合所共同舉辦的 沒錯 今天我們的嘉義市市長 黃明輝市長以及莊峰安議長 兩位大家長都親自立臨會場共襄勝職喔 還有巴馬國際事業的創辦人王文青博士 今天有來到現場喔 到底今天桌球這項全民運動會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那我們就為個人賽還有團體賽 你所支持的隊伍一起加油吧 第三屆TOTO Sweet杯 長筋桌球錦標賽 2021年1月23、24號 在彌陀路上的嘉義市立體育場舉辦 比賽分為個人組跟團體組 有來自台灣各地26個桌球隊參賽 除了最高獎金10萬元之外 每位選手還可以得到一個18K斤球拍敘事 嘉義市長黃明輝跟議長莊峰安還親自到場開球 大家都相當感謝巴馬國際公司 對於桌球運動的支持跟付出 嘉義是一個運動的城市 那其實我想我們由州委會 由體育會 由各界 尤其中空安裝議長 對於所有的運動是大力的支持 那今天呢嘉義人黃博士呢 特別在把第三屆TOTO Sweet杯的一個 長青桌球錦標賽 那到了在我們嘉義互相 在這個時候來舉辦 這更顯的意義 那我要感謝王博士 他對於桌球的一個推動 嘉義市長黃明輝 議長莊峰安也在開幕致辭中表示 感謝巴馬國際公司王文青創辦人 因為王創辦人的熱心贊助 讓這場全國性的桌球比賽 能夠在嘉義市舉辦 讓選手可以展現優秀的比賽成績 故鄉在嘉義的王文青博士說 巴馬國際公司秉持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企業理念 他會繼續支持各種運動賽事 我非常感謝嘉義的這個 市長、議長 還有很多議員 來參加這個 長青桌球杯的比賽 那我是嘉義人 所以看到我們 這個鄉親非常高興 因為家義人是家義人 那我希望 藉著推動這個桌球賽 現在回到家鄉 跟大家再重新敘舊 巴馬國際公司表示 台灣桌球比賽的獎金偏低 巴馬國際公司 除了長期贊助桌球運動 創辦人王文青博士 也希望提高桌球比賽獎金 比賽當中還免費提供 許多營養補充品 給55歲以上的長青選手 希望他們能夠打出好成績 身體更健康有活力 記者陳文旭 李子儀 中心之嘉義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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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